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三知识 妙法联法经 现在是讲的方便评 经文如果是贯科本子是在第44页 第44页从后边算来的第二行 上次是讲到言识方便力 令一切欢喜 上次讲到这里 现在要从或说修多罗 切妥及本事 从这个地方讲起 课判 假如是要学习课判的人 课判呢 那个担任的课判本子是在第25页 现在讲的是句宋 句宋有两颗 第一是宋许达 第二是宋政说 现在讲的是宋政说 宋政说当中分两颗 第一 宋四佛章 第二 宋释迦章在后边 现在讲的第一 宋四佛章有四端 第一 宋诸佛 那么二三四就是过去未来 现在 现在还是讲的第一 宋诸佛章 有五段 刚刚开始讲第一 宋释全 就是无论是哪一尊佛出现时间 必定是先释前后显时 这是大致诸佛出现时间 都是相同的规范 现在讲的这个宋释全的文字很长啊 就是从 诸佛所得法以下 一直到第四十五月的第三行 众虎所脑乱 未是说涅槃 这一段文很长 都是重颂 诸佛 诸全 以全巧方便度化众生的用意 上次是讲到佛知道众生的种种根性千差万别 而他所造的善恶业佛也了了明白 那么因此要引导众生啊 利苦得乐去向涅槃 那么就是用种种的因缘 种种的比喻 种种的言识 以全巧方便啊 以这个智慧力来使令一切众生 最起码使令众生听到佛法以后啊 生欢喜心 所以叫做令一切欢喜 这就所谓是戏谈的第一 世界戏谈欢喜一 那么下面就说明佛事前的时候啊 说的一些教法是属于哪一类 或说修多罗切佗基本思 本身未曾有 这一段呢就是后文所讲的所谓九步修多罗 九步修多罗呀 就是平常讲的十二步经的九种 十二步经里面的九种 十二步经就是长行 重送 受据 姑取送 无问自说 因缘 比喻 本事 本身 方广 未曾有 论一 现在经文里面只讲对生文人说九种 十二步里面的九种修多罗 九步经 那么这九步就除掉寿记 五问自说 五问自说 方广 这三种 剩下的在经文里面都有的 现在就照这个经文呢 对照这十二步经里面所有的 把它说明一下 佛初出现世间 为了要教化小圣根性的众生 那么跟他说这个比较容易了解的九步修多罗 所以或说修多罗 或 不一定的意思 或者是 有些众生 要从修多罗而入门啊 佛就对他说修多罗法 修多罗 印度化 新语叫做修多罗 苏丹兰 都是印度化的因 少为有重情不同而已 内容是相同的 修多罗翻成中国话呀 那本来就是现 就是 后来就是意为经 这个道理在开题的时候啊 蒋妙法联法经的提梦的经字啊 已经说过了 不过现在这里的修多罗呀 是指的长行经文 啊 就十二步经的第一 长行 长短的成 长 行啊 就是修行的行 长行 长行的经文呢 就是 善文体的经文 例如前面的长文 法法经前面啊 现在讲的是修宋啊 前面有长文啊 这个善文体 长短句不一定 啊 或者是五个字一句 四个字一句 三个字一句 有的甚至十多字一句 善文体的文章 就是长行文字 长行文字 就叫做修多罗 啊 总之这是应当是十二步经的总体 下面 读在修多罗的范围之内的啊 啊 但是因为约这个文体的分别啊 约它的文体分别 是善文体 那么称它叫做修多罗 在十二步经里面就是长行 长行的文字啊 切脱 或者翻译其它 切它 这都是翻译的重情形 切脱翻成中国话应当叫做印诵 不过现在这个切脱呀 是指的重诵 重诵 啊 关于这个修宋的种类啊 序分前面的序名啊 讲续评的时候 长文以后有修宋 续评开头的第一段的修宋啊 就把这个修宋的种类 所谓重诵 姑且诵 而重诵里面有多种的种类 啊 而说重诵的用意等等啊 在续评的重诵开始就说过了 这里不重说 啊 假如有对于这个重诵不明白的 啊 现在有录音很方便了 有录音的人可以把前面的续评的录音啊 把重诵开头开头的那一段 把它重定一遍就可以明白了 那么现在这个切脱虽然是印诵 不过现在这里指的是重诵 长文已经说过的 用修宋的论文题啊 重复再说一遍 所以叫做重诵 即是并即呢 因为它这个修宋啊 固定是五个字一句 啊 所以我要连住这个文字的前后啊 所以切脱即本诗 并即本诗经 本诗是第三种呢 但是在这个十二部经的次须啊 它是排在后边 在第八 本诗 是指的佛弟子们 所有过去世的种种 修行等等的种种诗 本诗是指的佛弟子的过去诗 藏经里面呢 有一部经叫做 五百弟子自说本诗经 啊 摄理佛目见连等佛的五百位大弟子啊 各个说自己的本诗 就是本诗 本来生诗 例如说对于学佛修行啦 心见佛的经过啦 多生多结过去所造的事情啦 或善或好或坏 读把它叙述出来 那叫做本诗 就是本诗 弟子们的本诗 不过那一本经啊 虽然题目叫做五百弟子 实际上便没有五百位 可能是没有完全翻译啊 那么那个本诗经 就是指的佛弟子们自己过去多生多结的事啊 就是过去诗 这是指的弟子们的事情 叫做本诗 本诗 未曾有 本诗 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自己过去多生多结 行菩萨道的事迹 像藏经里面有 有佛本性经 说释迦牟尼佛过去多生 行菩萨道 所修行六度万性的经过 就叫做佛本性经 另外也有这个本诗经 这个本身经 这个本身经 都是说明这个佛过去多生的 行菩萨道 经过的事情 例如修布施度 修持戒度 修忍入度 等等 那么过去行六波罗密 所经过的事情 在这些教典里面说明 这个大政杖里面的本原部 欧函后边有本原部 本身的因缘 释迦牟尼佛本身的因缘 跟弟子们的本世因缘 都在本原部里面记载 那么看大政杖的本原部 就可以知道佛过去生 多生多结的那些行菩萨道的事项 那么这叫做本生经 那么这里在经文里面是第四 而在十二波经里面 它是在本世之后 就是第九本生 未曾有 就是未曾有经 经文里面是第五 而十二波里面是排到第十一 什么叫做未曾有啊 这个法 今天才说 以前不曾说过 七七少有 所以叫做未曾有 佛出现世间所说的法呀 第一次说的都是未曾有 所以每一部经说完之后啊 弟子们得到利益都这样说 得未曾有 这个法我没听过 真是得未曾有 从来不曾闻过 这是第一次得未曾有 今天所得到的 是不曾有过的 这么殊胜 所以叫做未曾有经 凡是说这一类的道理 而众生得到未曾有的利益的 都叫做未曾有经 一部经 一部经里面呢 这些四项有的都有 最起码有好几种 所以 例如法法经 前面说 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这也是第一次说的 弟子们听到也是得未曾有 后边这个文法的利益的 那一章里面到第二卷的开头 就说到了 那么这里未曾有是排在第六 第五 本身之后未曾有是第五 而在这个十二部经的次序 差不多都是在第十一 一说以因缘 这就是因缘经 说明种种的清因祝缘的事迹 佛法讲因缘 世说世间一切诸法呀 没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的 你看哪一法不是因缘所生 例如我们今天讲经还不是因缘 纵然讲的人肯发心讲 假如没有人来听的话 这个法源就不能成就 听众就是最大的助缘 听众自己本身发心要听经 要学习佛法 这是清因 有经听好助缘 成就你的文法的因缘 所以任何一法呀都有因缘 甚至无亲之屋 我们一个房子里面所用的一切万物 小到一张桌子 一个凳子 一条毛巾 都要假借很多因缘呢 才能成就的 例如说这张桌子看起来很小吗 可是他也有因缘呢 能成就桌子的清音就是木料 有了这个木料 如果没有木匠 没有这个做木匠的人 去把它好好的住起来 那怎么能够成就这个桌子呢 那么木匠他要生活 他要吃饭 他要住房子 他要穿衣服 衣食住行 这个因缘就多了 牵一法而动全身 只说一样式 就可以牵动到整个世界 细细的分别 一一式都是这样的 所以佛法讲因缘 没有一法不是因缘神道 既然法法皆是因缘所生 那就知道因缘生法是空的 这个道理后边有讲到 那么讲 这是只是站在因缘的立场上 分别这个清音住缘的一一四五 例如人身 这个自己的业缘为清音 父母的住缘 而由此 由这个身体 而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甲壳而成 加上自己的心罚受想行尸 那么就是四大五云组织起来 成就现在这个身体 这都是因缘 少了一个住缘 这个身体就不能成就 所以 凡是讲因缘的道理的 通通叫做因缘经 差不多每一部经都有这个道理存在 这是第六 而在十二部经里面是在第六 也是在第六 比喻 并提约 比喻 比喻经 就是佛经里面 直说法医 听众恐怕不能了解 要假借比方 要假借比方 相似的东西加以比方 才能够了解 那么这是比喻 那么这是比喻 并是并级的 问题稍微变化一下 前面用级 这里用并 同样是并级 并级还有企业经 这也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化 前面的切头 或者是翻作奉送 而把企业翻作运送 那么如果是企业是运送 前面切头就是奉送 奉送就是言字旁 一个封字的那个奉送 那么以切头为奉送经 就是重送 奉送前面的长文 所以叫做奉送 其耶是古起松 孤然而起 前面没有长文 前面没有长文 孤然而起的重送 那就叫做孤起松 其耶是孤起松 这个孤起松 有些经文只有重送 只有寄送 而没有长文的 或者是在长文里面 先夹住孤起松 例如后边 龙女献保诸前 说的俱送 那就是属于孤起松 因为前面没有的 龙女一出现了 突然就用这个重送来赞叹佛 那就是属于孤起松之类 所以这个法法经 不但是有重送 也有孤起松 而其他的经文里面 往往也有这一类的孤起松 那么这就是第八 在十二部经里面 按照次序 孤起松是摆在第四的 常行重送并受据 孤起无味而自说 孤起是在第四 孤起松 尤波提社经 尤波提社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就是论语 论语经 凡是有问有答 以问答方式显示经义 说明道理的 那都叫做论语经 那么差不多每一部经里面 如果有人问 佛加以解答 答复之后又再问 问了又再答 那么这样子是一再讨论问题 把这个道理完全表达出来 那就叫做论语经 那么每一部经里面 差不多都有 第九 例如现在的法法经后边 到了这个龙女成佛之前 文书跟自己的问答 而龙女跟社利佛等的问答 那都是论语 那么在这个每一部经里面 差不多都有论语 那么这是第九 这个叫做九部修多罗 就后文所说的九部修多罗 就是指这九中 那么在十二部经里面 这里就缺少许计 跟这个五问字说 方光这三种 因为平常认为 受计是大圣教典里面 佛为菩萨们受计 为菩萨受计将来成佛 所以大圣教典才有受计 神文小圣教典里面 很少有受计的表现 但是不是完全没有 不是完全没有 不过不是受计成佛就是了 但是欧函里面 属于神文的教典 也有受弥勒菩萨记的将来成佛 但是这个极是少分 不容易看到 因为它很少啊 就没有 认为没有 不是完全没有 而是少而已 所以没有受计 五问字说呀 欧函里面实际上也有五问字说 往往释迦牟尔佛看到一样事情 他需要说明这个道理 利用这个因缘就说出来了 不等人家问 这种情况一样也是五问字说 没有人问就说了 但是神文教典里面 这类的五问字说比较少 所以也说他没有 不是完全没有 只有一种是一定在神文法里面没有的 就是方广经 方广 十二部里面的方广 方广就是方等 方广方等都是大圣的义名 都是大圣教典的义名 既然是属于圣文法就是小圣经 小圣教典里面当然没有大圣经 如果有了大圣经 那就不是小圣教典了 那么因此 《欲切斯蒂论》里面这样分别 说十二部经 十二部经啊 圣文法里面有十一部 有十一部 那么就是受据五问字说都有 只是方广 他没有 方广没有 因为这是说的大圣 那么小圣教典里面有十一部经 大圣教典里面具备有十二部经 这是《欲切斯蒂论》的分别 现在这里越通途的说法呀 认为圣文只有九部经 把这个受据跟五问字说 认为是没有 而圣文教典里面细细的去研究啊 是有受据的 也有五问字说的 但是分量不多呀 就说没有 那么这是所谓九部经 是完全越圣文法说的 那么这就是所谓九部圣文教典的修多罗 那么所以修多罗是种意 包含后边的十一种 那么这里就包含后边的八种 为什么说这些小法呢 下面呢 有六句 就是一手送办 总结显示示权的用意 说这些全法的用意在哪里 下面的六句经文就表现出来了 看这经文 顿该要小法 贪桌一生思 余诸无量佛 不行深妙道 众苦所恼乱 为是说涅槃 这六句句宗啊 说明示权的用意 佛出现世间 为什么要先释权呢 因为众生啊 顿根 爱要小圣的教法 这是指小圣根基 小圣根基 那些小根的生文人 他的根性顿 这是比对大圣菩萨呀 来说他是顿根 比起我们这些业障凡夫来 他是利根了 所以这个顿根 你不要瞧不起他 不要瞧不起身文人 他们能发行修行 知库断基 目灭修道 这都是超我们 不晓得多少倍的 不要以为 哦 我是在学大圣 他们不如我 不能这样供告我们 那些小根 虽然是 对大圣菩萨说 叫做顿根 但是他能够断烦 老了生思业 他能够超出三界 最起码他的分断生思业了 我们呢 我们还在山寨六道里面打滚呢 怎么能够跟他比呀 你别瞧不起身文人 这个道理呀 在《地藏十轮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现在这里因为要开权显实 所以编织身文 说他是顿根 顿根人他爱要小圣法 这个字啊 念作要 就是爱要 喜欢 身文根性的顿根人 他喜欢小圣法呀 他爱要小圣法 他对于身文法呀 他最喜欢了 正好适合他的根性 啊 贪着于生死 这一句话是指的六道凡夫 这个可不是声文啊 声文他厌恶生死 他看三界如老鱼 是生死如焉家 声文啊 他看到这个 预界四界五色界 这个三界内啊 好像坐牢一样 在监狱里面一样 赶快要出去 所以他又断烦了 生死出三界 顿根要小 要小法 这是指的声文更新 贪着于生死 是指六道凡夫 是我们这些人 啊 我们这些六道凡夫啊 真是贪着生死了 在这三界里面 六道龙回生死 马夫驴踢 驴胎 我们都在转机转出 所以古人说 钻马夫 入驴胎 喝他驴探 经几回 曾向帝师殿前国 又向盐军窝里来 这一说俱松啊 就把这个六道龙回说经了 马夫驴胎 出生道 坐过马呀 也坐过驴子啊 这是指个大概了 大小的 出生道的众生 可能甚至马一那么小 都有纪念了 都坐过了 就是出生道 好 货汤 卤炭 地狱道 啊 那么就是大锅里面 煮滚汤 煮油 啊 把人 这个罪人丢进去 煎油假柜 哦 货汤 卤炭 啊 好像火炉一样的 热的炭啊 烧的这个火坑 让这个 造罪业的众生 送进去烧 吃苦 这是地狱道 第二句 是地狱道 那么里面就包含 鬼道 在地狱道里面 因为鬼跟地狱啊 是 不相理的 有的时候是 奉合在一起的 啊 所以就可以包含在鬼道 啊 把这个鬼道包含在地狱道里面 沉向地狱殿前后 升天了 到逃离天 地狱天王那边 哦 那么天上的逃离天王 是 是 是 他的天王之殿啊 可能我们也曾在那个地方经过 啊 升天了 修上品实善升天 啊 也可能是升过天了 今天呢 又向炎郡窝里来 今天又来做人了 做人呢 就好像把这个生死权利交给阎罗王 所以世间有这么两句话说 阎王注定三更死 哪肯留人堕四更 嗯 好像生死权利啊 就抓在阎罗王的手里 这是指人刀 嗯 天跟人呢 就包含奥修罗 因为奥修罗是便以五刀的 嗯 嗯 比较是 属于这鬼道 嗯 嗯 方面比较多 所以这里 这一首修上 纵然只是说的四道 那么里面 嗯 嗯 厄鬼 以修罗 都可以包含在里面 这是我们这些众生贪着一生死 生了又死死了又生 生生死死没有了其 嗯 可是 想写脱吗 要出去吗 我看或者是嘴巴里说说吧 心里是未逼 这个地方蛮好嘛 现在很享受耶 高楼大厦 哦 还有这个衣食住行 现在都是 嗯 相当的享受 现代化 都是电气化 样样都是电气化 嗯 我说现在 这个 嗯 物质文明太过了 将来吃饭了 都不要用手 不要用筷子了 就用机器啊 灌到嘴里面去 啊 这很方便呢 不要撅 也不要煮 哈哈 这个更方便了 将来发明到这种啊 那是太险了 没事做了啊 有什么好处啊 没什么好处的 最后都会死啊 科学再发达 再发明 有一个东西 他总是发明不出来的 啊 什么东西啊 要发明一个叫人 不会死的 他如果能够发明一个方法 哎 你能够注视千万一岁 不会死 看他能不能发明出来 没有这个能力的 而这些科学家 他的脑筋都用在 嗯 各种的发明的精神上 花的太过了 消耗的太快了 而且他们还死的更快了 嗯 那么无论你怎么样的发明 怎么样的享受啊 总是免不了一死 最后 无常总是会来的 嗯 所以这个世间再好 也离不开生死 有伤必定有灭 有成必定有坏 您要想永久不坏 不可能 从来不曾有过 所以从古以来 不曾见过不死之人 啊 经里面曾有这么一桩故事啊 释迦牟尔夫在世的时候 社会国 有个 这个寡妇 嗯 嗯 那么小孩子 他只有一个儿子 嗯 儿子出世没有多久啊 他的丈夫就死掉了 那么他母子相依为名啊 辛辛苦苦把这个儿子养大了 嗯 而且这个儿子长大了很乖 很孝顺 哦 他真是爱惜得不得了 可是到了二十岁 刚刚订婚要解婚了 突然之间就 找了这个疾病啊 死掉了 无福哀哉了 这一死啊 把他的母亲的精神都带的 相当严重的精神分裂 发狂了 嗯 他希望他的儿子 重复再 不要死 再回活 回复这个 复活过来 嗯 那么到处啊 都去求 求不到人 那么有人告诉他 释迦牟尔佛 他是一切之人 那你去请问佛吧 也许他有方法 使你的儿子能够活起来吧 嗯 那么他就到 这个结果都圆 见到佛呀 就求佛啦 世尊啊 我的儿子死掉了 你是一切之人啊 你有大神通啊 那你都帮助我啊 把我的儿子救活呀 佛这个时候不能跟他说 你的儿子已经死了 没有办法再活 不能这样说 这一说啊 他必定要怨倒 甚至要无福挨哉 所以佛就说 我是有个办法 可以把你的儿子救活 但是我要一样东西 要你自己去找 好 假如你能找到的话 我就有办法把你的儿子救活 他说什么呀 我上天下地 我都在去找 必定要把他找到 好 你发心找好 我告诉你 我要 要 因为我要念经 替你 要救你儿子回来 要念经 那念经你就念 好了 为什么要找我 找什么呢 不是的 我念经有点香 我也点香 点香容易啊 我家里有火嘛 他说你家里的火不行啊 你已经家里死过人了 有人死过的火是不能用的 那个点香没有效 那怎么办啊 那你就去找啊 去找 找哪一家 看哪一家没有死过人的 哪一家没有死过人的 那个家庭 他的火你把他借来给我点香 我来替他念经 才会有效 你的儿子再挖过洞来 哦 否则没有办法 好 他去找了 设备从东街到四街 南街到北街 一条一条街 一个一个问 问第一家 诶 请问你家里死过人吗 你这么糊涂啊 我的祖父老早死掉了 我哪光都死掉了 诶 真假衰啊 第一个问到的就是死人的 那我的儿子没希望了 不能这样子就停下来 还是再问 一家一家再问 诶 其他的家 问他你家里死过人吗 你这么糊涂啊 我的父亲也死掉了 这真糟 前面还是祖父死的 现在还是父亲都死了 再问过好几家 有一家说 哪有不死人的 我的儿子昨天也死掉了 糟透了 他的儿子也死掉 从早上问到晚上 没有一家不死人的 那么糟得很累啊 累死了 也没找到 没有一家不死人的 那么就回到 释迦牟尼佛那边去啊 随头爽气啊 无精打采 找不到吗 佛就一看到他进来 没有精神了 就问他 找到没有啊 没了 吹没了 世界上都没有说是 家里不死人的地方啊 那我找不到这个火耶 那怎么办啊 佛就说对了 这就对了 从古以来 不曾有个不死之人 人死不能活活 死掉就死掉了 怎么能够活过来呢 就跟他说无常 讲无常经 他一听开悟了 出家 修行 不但是精神病恢复了 恢复正常了 而且能够修行 听到佛法以后 正出国 再出家修行 正欧罗汉国 这个欧罗汉比丘尼 所以佛 老早就说了 从古以来 不曾有个不死之人 你们大家去找找看 哪一家不死 不曾死过人 就是刚造的新房子 他的旧房子 家里还是照样死过人的 他的祖宗 还是要带到这边来的 还不是一样吗 所以这个世间 必定有生有死 科学再发达 也没办法说是叫人不死 可是 众生倒是 倒是蛮喜欢这个地方 贪着呀 贪着 怎么贪着呀 你去西方吗 平常不是讲念佛吗 念佛要求生西方基督世界 他真的肯气吗 嘴里说 世尊啊 度我往生啊 心里说 还早了 我又活到一百岁 我有个亲身经验 在日政时代啊 台湾有很多这个小小的部教所 里面供一尊佛 一个小佛堂 这种的部教所很多 有一个部教所啊 他晚上都不冠冕的 而有个青年人呢 他就喜欢在那个部教所的佛堪下面 下面了 再来睡觉 嗯 那么但是每天天将亮的时候 就有一个老太婆啊 来那念佛 那是净土宗的佛堂 来念佛 会在那里念阿弥陀佛 嗯 那么念了念了念一段了 他就求佛了 回向了就求了 阿弥陀佛呀 你慈悲啊 这世间很苦啊 我要往生西方啊 你赶快度我去啊 声音就很大 那个青年人呢 正是好睡的时候 要做大梦啊 就给他一吵睡不着了 心里真生气 又不能骂他 这个老人天天来求佛 声音那么大 吵得我不能睡 好 我明天呢 我就来做临时的阿弥陀佛吧 哦 明天呢 这个老人又来念了 念好了 又在求了 阿弥陀佛呀 你慈悲啊 度我去啊 这个世间太苦了 我要往生西方啊 等到他求完了 他在那个佛看下 小声的就想 好 我明天就度你去 哦 他一听啊 害怕死了 赶快跑 回到就跑 都不敢回 反倒再看 跑了 这一跑 再也不敢来了 再也不敢来了 他觉得太快了 明天就去 他不愿意 贪桌吧 都贪桌 这种情况啊 不是那个老太婆而已啊 我们大家都一样耶 都差不多 都有这种的观念 你直接 哦 我要往生 真正到了 要你往生了 你可害怕死了 啊 不只人不敢死啊 贪桌一生死 啊 很清楚吧 一种无量佛 不行身妙道 在过去一切佛所说的身妙的佛法 神身为妙之法 什么呢 成佛之法 究竟成佛的一身实相之法 开始物入佛之之间 他们肯修行吗 他不肯行 不肯修行 神身为妙的无上菩提大道 他们不肯修行 嗯 那么只接受在这个世间的众苦啊 去挠乱他 世间苦多了 三苦无苦八苦无量诸苦 嗯 所以后边比喻评里面说 三件无安犹如火贼 嗯 众苦充满神何不危 这些众苦 很多很多的苦在挠乱众生 嗯 他甘愿受这些苦 假如他有小小的升温根性开发 想要了生死 那么佛就乘这个机会赶快赶快啊 跟他说 偏真涅槃 跟他说偏真涅槃 哦 卫士说涅槃 这个涅槃呢 不是究竟涅槃 不是佛国的究竟涅槃 就是生文所证的 偏真涅槃 偏移真地之一边的偏真涅槃 只是断三界内的见思烦恼 啊 啊 了托三界论的见思烦恼的生死而已 啊 超出三界 啊 直超出三界 就是后问华城玉平所说的三百游巡 到了华城 进到华城里面去 距离保守还有两百游巡 这里刚刚走了五分之三 还有五分之二人没到 所以他只了了分段生死 变异生死 还在滚滚的 啊 没有停留 啊 那么对于这类人佛跟他说生文的涅槃 叫他了生死 他结束 他高兴 因为他知道苦了嘛 知道苦的人 你跟他说出世间超出三界的涅槃 他能接受 啊 我自求我自己了生死就好了 啊 那么生死了了 问题就解决了 不必在这三界六道里面呢 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没有了极 这太苦恼了 他有这个善根 能够厌离三界 希望能够超出三界 佛就对他说这个 啊 啊 呃 呃 我刚刚把这个事权说完 啊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头 说'm 哦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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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